最後一個component叫做NatureLink Generation 簡稱NLG 其實NatureLink Generation它的format就是在我們的component Pipefly裡面的最後一塊 它其實就是從Dialog Act 也就是我們的System Action 希望去generate出對應的這個NatureLanguage 所以如果你要inform這個HotelName的話 我們希望它能夠說出像人可以聽得懂的自然語言 I have booked a hotel baby for you 所以NLG其實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Map System Action 到NatureLink Response的一個task 那它的input就是由System Speech Act 跟它對應的那個slot value 那有沒有對應slot value 可能會要根據它的Speech Act來決定 比如說它如果是要request或者是confirm的話 它的value可能就不會當成我們的input 因為我們是要inform的時候 它才會有對應的這個value 當時我們要告知你的資訊 那我們的output就會是NatureLink的Response 所以在template-based的NLG 其實是最簡單去做的 所以很多product現在裡面其實看到的 其實也都是rule-based的NLG 它其實只需要請Asper來去寫很多個rule 去把現在的semantic frame mapping到對應的natural language 那我們可以讓它非常有通順 非常簡單沒有任何的錯誤也很好控制 不會因為learning無法控制 就產生一些比較不make sense的句子出來 但是大家也知道 這樣子的方法其實非常的花費時間 而且同樣的semantic frame 它就永遠只會generate同樣的句子 就算你給它random的寫了三句 你random的選一句來generate 它還是一樣只有fixed number of set可以被generate出來 所以這樣子一來如果你要extend到其他domain 或者是extend其他的semantic frame 都需要額外的再請這個human來進行這些label 所以scalability其實是非常差的 那要怎麼用成learning-based的方法 其實我們就可以透過我們前面就學過的 這些link model的方式 把我們的output跟input用一個 比如說rn當成是我們的generator 然後去generate出來 我們condition在我們input的dialog act上面 然後去generate我們對應的這個句子 然後如果像剛剛那樣 我們直接用link model來做訓練 它可能會有一個問題是 它的semantic常常會一直repeat 也就是說原本我們的input其實是dialog act 然後我們把它轉成是一個vector的形式 所以這個vector它等同於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做inform這個動作 比如說總共有五個action 那我們是第三個action就是inform 所以這邊是一個one cup 那裡面呢有兩個slot value的pair 所以後面的這些dimension其實是indicate 有哪一些pair需要被inform 所以呢第一個indicator就是inform說 我要講等於7days 然後第二個這個維度就代表說 我現在要講這個food等於trinese 所以當我們看到model在generate的時候 每一個時間點它generate每一個字的時候 它看到given的這個condition 它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會想說 當我要generatechild friendly的時候 generate完child friendly restaurant 我還是知道這邊有一個e還是一直是e 我還是一直想要mention跟child friendly相關的semantic 然後它就產生了and also lost kit 那這樣子這種鬼打牆的狀況 其實不是非常適合在我們的output的response 所以我們其實在generate的時候 應該讓它產生一個字的時候 它就可以去更新現在的這個dialog act 讓它在之後這個semantic已經講完之後 這邊的e就要自動的被下降成0 讓它之後的句子不會再包含同樣的semantic 造成這種repetition的狀況 所以呢怎麼做呢 這邊cambridge common就產生了一個方法 它就想要用這個gating的方式去control 這個產生的semantics 等同於讓它自己去訓練說 每一個時間點它產生了每一個字之後 這邊的這個dialog act 都會從dt-1會被update成dt 然後它就自然而然會學到這個vector 進行update的方式 是要把已經講掉semantic修改漸漸分數下降 那除了這個方法以外呢 其他還有很多可能在nrg上面會出現的問題 舉例來說你如果把你的slotvalue去做delectalize 意思就是說我們原本的這個句子 which serve 某種類型的food嘛 就是trinese food 那我做delectalize的時候 這邊就是一個food的一個slot 但是如果你的對應的value是trinese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加在這個句子是沒有問題的 which serve Chinese food 可是呢如果你這個句子產生出來 然後你再把這個value填上去 如果你這個value是pizza which serve pizza food 加上這個food加上這個pizza 好像就非常的怪 非常不是一個通順句子 雖然你的最後generate出來的這個nature language 的這邊的delectalize的這個turn 它是跟這邊的是一樣 但是如果value不一樣的話 它其實就會變得非常的怪 所以說有一些人他就想說 我們能不能夠在generate的時候 我要把value的information也一起放進去 讓他一起去做training 讓他同時考慮了slot資訊以外 他也可以考慮到value應該怎麼接 才會比較通順 那另外在nlu的時候可以考慮它的前後文 在nlg的時候當然也可以考慮它的前後文 如果這是一個單一句的bialogue act 這是它對應的nlg 我們通常是直接從這邊generate出對應的nlg 可是呢如果你有前面的文章的話 你其實可以產生的這個generation的句子 其實更符合前面的這個input is there any option 他說oh there is an option yeah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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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就會更通順 更跟前面的contest相關 所以想法其實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做這些adaptation 讓它可以符合比如說某種user的personalize它的講話的方式 或者是提供它跟contest相關的response 那做法的話其實就是一般的encoder decoder架構 然後我再把這些contest的資訊加進去 那這contest資訊可以是前後文dialogue context or也可以是這個user它的一些user utterance style 那另外也有人是利用game的方式來去做這個generation encode然後generate出這個句子 然後呢我們要discriminate現在這個句子是不是適合在這邊被generate出來 所以呢我們的condition就是target的這些attributes 然而在NG裡面還是有非常多的問題 比如說NG傾向去產生比較短的句子 原因是因為你產生一個字 它其實就是一個機率值 所以你產生越多的字 你的這個機率就會一直乘上一個小於1的資訊 你這個整個句子的probability其實就會越來越小 所以呢越短的句子它的overall的機率其實相較在是比較大的 所以你的generation的model其實都會傾向去產生這種比較短的句子 然而這不是我們想要的嘛 那常常這個句子可能它沒有辦法aware說你的文法是怎麼樣才是正確的 它只是透過這個機率值來去generate出可能最高的那個probability的字 所以呢我們可以考慮說當我們人是在做generation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會從最核心的這些concept那些字而來 比如說小朋友在學習語言的時候 他可能會說daddy toilet就代表他說他想要去上廁所 但他在長大一點他可能會說go to toilet 那在長大一點他可能說I want to go to toilet 他會越加越多會加的這個資訊呢 其實會讓整個句子更越來越符合文法 未來越完整越來越豐富 所以我們能不能夠利用小朋友學習語言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可以讓這個work pattern它其實是一個有順序的generate出來 然後這個順序呢可能跟他的這個詞性啊是有關係的 我們考慮這些在語言學上面的一些特性 比如說我們可以根據input encode起來的deluxe act 然後呢decoder這邊用一個hierarchical的decoder 讓我們第一層只需要focus在最核心的些non名詞上面 接著我們再加上動詞 再加上形容詞跟副詞最後再把它補完 這樣一來每一層他只需要focus在少量的vocacy上面去做generation就行了 另外他這樣子加上去我們可以讓整個句子可以比較長 而且也比較符合文法 因為每一個layer他只需要focus在這種詞性的詞詢 要怎麼加到前面已存在的這個句子上面 讓他變得更完整更豐富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在同樣參數的模型下面generate出quality更好的句子 當然要達成這樣子hierarchical的generation可能還需要做一些很細微的操作 那現在最常見的做法其實在generation的model裡面 就是我們可以利用已經precharm好的這些generationmodel 像是GPT2比如說我們可以把一個precharm好的GPT2拿來 然後呢我們就利用givenDialogAct 然後呢讓他去fine-tune讓他可以產生我們對應的這個system response 所以當我們fine-tune完了之後given這個DialogAct的這個sequence 他suppose應該也可以generate出跟這個inputDialogAct相關的這個句子 而且呢他的一個優勢是在於因為precharm的這些model 已經train在非常非常大量fluent的sentence上面了 所以呢他在產生通順的natural language的能力是非常強的 你現在呢需要借用他在precharm的能力 然後只是讓他學習怎麼從DialogAct Mapping到對應的semantics而已 response而已 所以呢這邊就只是簡單的把DialogAct 轉成是一個sequence 然後讓他可以input進我們的GPT2 然後做相對應的fine-tuning而已 所以這樣子的做法其實現在非常well known 然後非常常見的一個做法 那相信如果你們在作業你們在project上面如果有需要做NLG的話 也可以利用這些precharm好的大large scale的model 然後我相信他可以在generation的能力上面有很好的quality 那如果我們要做evasion 從system action到它的response 有分成automatic metric跟human evasion metric 那這其實我們在NLG的那一個章節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稍微提過 不過現在我們也提了在跟大家講許多在Dialog上面 我們會怎麼做evasion的做法 如果是automatic evasion 大概有很多常見的 比如說我們可以用goldstandard的這個response 然後去跟你產生出來的這個response 去算一個publicity 讓他可以看一下你產生的這一個response 是有多大的機率可以被產生出來 然後如果publicity越低的話 就代表越接近它的goldstandard的response 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利用這些blue啊這些score 去計算NLG的overlap 那當然因為我們現在是要generate出 given的這個Dialog Act裡面的這些semantics 所以我們可以去計算說我們需要generate出來的這些資訊 是否真的有在我們output的這些句子裡面 另外我們也可以針對我們distinct的Ngram 然後去major我們response的diversity 我們希望呢它可以有足夠多元的一些回應 不要像是rawbase它總是回應同樣的句子 那另外一種做法就是human evaluation human evaluation裡面其實有分成非常多種不同的evasion方式 比如說我們可以根據這個model prediction的結果 還有dialog history然後給這個user看 然後這個human呢它就要幫我評估說 根據你的通順性啊 或 coherence啊等等的 然後給相對應的分數 然後它會看這個response還有這個dialog history 然後去看說它到底是不是ok的 另外一個human evaluation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像剛剛的那個做法是human它是直接看現在已經產生出來的整個history 然後跟現在的response然後去算一個分數 評一個分數嘛 但現在是human是直接跟現在這個model去做interaction 所以呢在中間的這個interaction的結果都是human產生出來的 然後model會根據human產生不同的回應 會得到下一波不同的回應 所以這邊整個conversation結束之後 human會再給它最後的分數 所以呢這邊跟前面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的這邊的evasion其實是動態的 因為呢它中間的這個互動其實是會根據human現在的結果 而產生不一樣的conversation出來 但是如果前面那個非動態的形式 它其實是一個已經存在整個dialog history 然後直接給這個human看然後它再去做評估 human其實實際上沒有involve在這個interaction裡面 那另外一個做法呢它是比較 嗯我覺得是比較是好一點 因為呢像剛剛那個做法比較沒有那麼好 是因為每一個judge它可能對於0到5分它的那個評估方式不一樣嘛 那你所有的分數把它平均在一起的時候就有可能因為你的judge不一樣 所以導致它會有一些誤差 所以呢A-B test的方法是另外一個替代方案 我們可以用兩個不同的model或者是human 一個是一個model也可以是goldstandard的result 然後我們可以看這兩個response 對於這個human的eviator而言 哪一個是比較好比較符合這個dialog history的 那它的比較好的定義呢一樣我們也可以分成不同的aspect 讓它去評估 所以呢它其實就會從裡面去選比較好的那一個就是做一個A-B testing 那當然A-B testing的這種做法也可以是dynamic 像剛剛是直接givenhistory然後你看這兩個result來做 但是dynamic就是我這個user這個human其實有interact with這個system 所以有可能有兩個system 然後這個user都跟這兩個system interact 然後整個conversation都結束之後 它會根據這三個這幾個指標 然後去評估這些system它的分數 那它的評估方式也是given整個dialog level的評估 因為它是需要進行裡面的interaction 所以裡面的中間的history兩個system的history可能會長得很不一樣 所以呢這是另外一種A-B test但是又是dynamic format 那最後我們conclude我們今天講的其實就是非常經典 現在所有classical的dialog system pipeline 那它是一個modular-based pipeline 根據使用者說的話 然後我要怎麼進行裡面的理解進行interaction 然後最後回給使用者然後做一個iterative的過程 其實裡面就是包含了linked understanding day tracking value policy以及generation nlg 那如果是語音的input 語音的輸入的話 我們會再多加上speech recognition以及test tube speech 還有什麼的計畫 那麼先來進行題 還是說的話 我們喜歡說的題目 我們會現在看看 怎麼樣的輸入的東西 是我們可以完成這個樣子 我們會更多的出名 我們會先進行的 我們會先進行的 我們會更多的汐信 我們會先進行的 我們會先進行的 這個地方